化妆室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呢 其实藏着很多的秘密 也可以看得到人生的百态 在这里阶级鲜明之外呢 艺人跟艺人之间更是竞争激烈 他们会抢衣服 抢化妆师 连位子也不能够乱坐 如果犯了禁忌的话呢 很多新人可能就因此消失在云光幕前 而除此之外 化妆间也号称是最大的八卦集散地 艺人们占一排 但是其实他们都有大小牌之分 在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没错 就是化妆间 录影前素人演员坐在走廊地上 一般艺人坐着书画 大牌主持人则是拥有自己的独立包厢 小小的空间除了阶级之分 当然还有明镇暗斗 就当他抢到衣服呢 他就故意把那些衣服几乎丢在地上 他也不穿了 可是呢也不让你新人穿 就白明了就是 我一定要抢赢这件衣服 名造型师揭开秘辛 化妆间里逗得胸真的大 抢造型师衣服是常态 若是做错位置会更惨 有一个很年轻的艺人 他曾经就是坐在主持人化妆的位置 那当场其实那个主持人一来 就是你光看他的脸色你就知道 有一股疏煞的感觉 不能坐到比较好坐的一些位置 对对对 可能会比较坐到边疆地带 演艺圈很讲求这个资历 那我们期待有一天我们可以这个位置呢 从那个原版凳的换成沙发衣 不成文的规矩艺人小钟 也明白刚出道的新人 还得忍耐差别待遇 我大牌艺人就是 哇号一丢也是反过来就乱认啊 但是阿姨们都不敢讲什么 可是只要有新人啊 就脱下来是反 然后就会被大骂 就说你这是什么家庄 争斗阶级明显 许多八卦也在这里逐渐扩散 化妆室的小小空间 却隐藏了许多的人身百态 周飞选周聪宇人 想陪台北参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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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